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ris Timepiece GDC4的小刚 我们又见面 那今天小刚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Power Reserve Indicator 就是这个动力储存显示 那这个就是说在这个表盘上面呢 你这个表盘当中会有多一个显示 就代表可以看到你这一支表呢 有还剩下多少个这个小时的这个储存动力 那这个叫做我们所谓的动力储存显示这个功能 那这个其实旭小刚前一阵子有做过这个GMP的表款 那今天小刚就来想分享一下这个动力储存显示的这一种表款 那不过讲讲下 我自己都好像也没有这个动力储存显示的这一种表款 是时候买回一支了吧 所以今天就我们把这个价位就定在这个比较入门的这一种 马币是在2000到5000这个价位 而且小刚想分享的呢 主要是有四款 而且是两个是日本的品牌 然后另外两个是这个德国的这个品牌 主要就是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值得去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那也是在这个品牌呢 这个Power Reserve这个功能当中呢 是算是比较火 比较有名的这一些表款 这一些品牌 那小刚不会固定 就不会说定在 不会讲解说特定这一个款式 那主要会以品牌来定位 就是说特别的这个系列当中呢 那你可以去上网搜查一下 这个特别的这好几款 所以这个就小刚想跟大家分享 第一款要跟大家分享呢 怎么少得了 SECO 金弓的嘛 对不对 那金弓Presas系列 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但它火的原因也是因为 它每次出的这些 几乎每一个款式一出啦 都是有这个限量版 所以每一个款式你买到 在这个怎么说呢 它数量其实不多 所以过了一阵子过后 可能这个你在市场上 你会看不到了 所以你如果你买到那一款 你基本上 你就非常有那个个性 非常独特啦 那下次出的时候 它又会不一样的这个款式 因为基本上 它每次出的 有很多很多的颜色 那个颜色 其实我是说它的面盘 因为它面盘 其实用的就是那种日本 就是当地的那种工艺 那种文化 有那种很有日本那种特色啦 其实那你在这种 两三千的价位 其实是还真的是 是看不到有别的 是这样子 它那个手工啊 那个我们说的那个质感 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Prisad系列 它是有这一款 是有带有这个动力储存显示的 所以它出了那么多颜色 我相信 我小刚相信啦 一定有一款是适合你的 而且它规格只有在40.5mm 我个人认为它是 这个表径啊 这个尺寸来讲 是非常容易可以加以 男生女生都适合可以佩戴 最后还要讲一下 Prisad系列 一般上都是这个 Made in Japan的 日本制造的这个质量啦 这个Quality 所以这个我相信也是 非常吸引很多朋友 喜欢的一个原因 接下来呢 如果说到这个带有 动力储存显示的这一种标款呢 哇 跟你讲 在清明价位中啦 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品牌 东方双市 东方这个品牌喔 那这个Orient Star 那这个Orient Star 这个东方自信啦 是比这个东方啦 它也是Orient的这个品牌 只不过 好像Seqo啦 金工匠有分这个Seqo啦 Grand Seqo啦 Credo这些 那Prior这个Orient 其实也是有喔 那主要是有我们看的这个Orient 就是两个狮子这样子的 那一个 那就来到再上一点 比较这个定位稍微比较高的 就有这个Orient Star 那这个就是定位比较高 那讲到这个Orient的标款呢 不论是这个正装啦 这一种休闲啦 飞行员啦 潜水款啦 等等等等啦 几乎啦每一款 我可以说小刚敢讲啊 每一款都少不了 你在12点钟就会看到 它有这个动力储存显示 这个功能喔 哇真的是 品牌一大的这个特色 就好像今天小刚拿出来 放照片这一支喔 蓝面的这一款 哇你看它 加上它这个全不锈钢的这个材质啊 钢面整体喔 那个整个壳的那个造型 这个颜值啊 真的还有那一种 Omega 奥米加那个Aquaterra 那个感觉喔 而且这个是还有带有GMT 两地时间这个功能这个显示喔 呃这个也是在一个41.5mm的这个规格喔 所以一讲到如果这个呃 是你想找一些呃 有带有动力储存显示的这个标款呢 呃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Orient Star 小刚是非常非常推荐 因为它这个这个选择喔 是非常非常的多喔 第三款小刚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品牌呢 是一个Made in Germany 就是德国制造的这个品牌 还有Yankers这个品牌 那很多人不知道这个 Germany Made in Germany啊 这个德国的表到底是怎么样 那小刚简单说一下 这个可以跟这个PP一较高下啦 顶级中顶级这个品牌喔 这个阿浪&Zorner 两个表喔 其实真正就是这个德国的这个品牌喔 德国这个Made in Germany 这个品牌之一喔 哇非常非常厉害 那这个Yankers呢 其实也是好 呃有在这个老外的这个频道啦 也是讨论过好多次啦 这个Yankers喔 那Yankers其实这个 它是非常经典的一个Bowhouse的一个设计喔 那说到这个Bowhouse的设计呢 那小刚就不多说 呃这个Bowhouse的这个历史的这一些啦 那主要你看Bowhouse的这个表颗 这一种这种表的设计呢 你看它这个表镜啊 它是有一点弧度 有一点鼓起的喔 那主要它是非常的阔 非常的宽的喔 那主要你看到它 然后去到这个表圈的这个表壳上面 这个表圈的部分呢 它是非常的窄的 所以虽然它是一个40mm喔 但你在手上喔 你觉得这支表喔 它的这个表盘是比较大的 给人家那个视觉感喔 因为它那个表圈做的很窄啦 这样子 那就刚刚有提到的40mm喔 这个规格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那再来就是 它这个动力储存显示喔 这个机性啊 它是用个日本制的这个Citizen 吸铁层这个Miotar的这个机性喔 而且非常特别是 28800平振力 就是一颗4Hz的这个机性喔 那这个入手价也是大概在 呃 马币2000左右这个价格就可以入手到了 有这个非常经典Bowhouse的设计 然后12点钟方向就有这个带有 动力储存显示的这个功能喔 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喔 第四款小刚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品牌 也是一样一个Made in Germany喔 也是一个德国制造的这个品牌 叫Zeppelin喔 那这个Zeppelin跟刚小刚分享过那个Yankers 那个德国的品牌啊 其实蛮类似的喔 它这个价位也是大概在2000左右啦 就可以入手到喔 那这一支小刚想跟大家分享在动力储存显示喔 你看它放在12点钟这一边喔 有带有这个动力储存显示 然后它把它这个Zeppelin这个名称呢就把它放在这个9点钟方向 主要整个面盘小刚觉得一大特色就是它用了这个 保机式这一种Brigue style的这一种 Arabic的这个Numerous啦 这一种保机式的这个石标啦喔 在这个阿拉伯数字喔 那做的是带手上就哎 感觉比较有那种 优雅又高级的那种感觉喔 它是一个40mm的这个规格 也是像一个40mm的这个规格喔 然后它机芯的部分也是一样用这个 啊吸铁成喔 这个日本制造的这个Miyota吸铁成的这个机芯喔 9132就是9000系列的这个机芯喔 也是一样28800平整力4Hz的这个机芯喔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Zeppelin这个品牌喔